今天下午 港媒突然爆出 阿娇已经与赖红国离婚的消息 刚刚赖红国发长文承认离婚了 回顾了他和阿娇近三人的感情 表示两人依旧是朋友 据悉他们是今年3月1号签署的离婚协议 阿娇提出的离婚 这个消息已经得到了赖红国的独家认证 他表示两人离婚是因为阿娇不爱他 离婚消息来得十分突然 事情根本是看不出有任何迹象的 今年3月14号 按理说是他们离婚半个月之后 赖红国还发了两人的接吻照 爱等阿娇庆祝白色情人节 3月18号 阿娇还转发微博 为赖红国的英美直播做宣传 3月28号 赖红国还点赞了阿娇的健身视频 这是刚刚离婚婚的夫妻 能干出来的事吗 姐妹心真大呀 赖红国爆料 其实刚在美国办完婚礼没有多久 阿娇就后悔这段婚姻了 但是为了已经签约的真人秀 才继续维持这一段假面婚姻 这是暗粉阿娇为了钱 假装立人设的意思咯 同时还表示 自己也有在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经常飞到阿娇拍戏的地方陪伴她 一度感情回温 可是今年2月 她刚刚探完班 然后回到台湾 就接到了阿娇再次提出离婚的消息 她没有办法 只能够签字同意了 今年2月底 赖红国确实飞到马来西亚探班阿娇 她还发了爱因意思的视频来秀恩爱 这是暗示自己对阿娇很深情 却无故被辜负的意思咯 最后不忘强调 她跟阿娇婚前就已经签了财产独立协议 离婚并没有财产分割的问题 不用问了 这当然是暗示自己并非网友眼中的软饭男的意思 这份离婚报道 几乎是一封赖红国单方面的自我跑白信 为自己塑造情圣形象 顺便踩一脚阿娇为钱说谎 可惜自费两个字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 你去探班你老婆 不自费 难道还想让阿娇给你报销机票钱吗 随后阿娇也通过公司回应 承认两人已经签了分居协议 强调双方也不能有怨言 以后不再做回应了 所以是阿娇方面想低调处理离婚事宜 赖红国却接受访问 把事情捅出来了的意思咯 目前网友对阿娇离婚事件的评论 也大多数都在讽刺赖红国 本能觉得她是离婚责任方 也是尽管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 但是阿娇和赖红国这段失败婚姻的引线 早就在他们相识之初变埋下了 赖红国并不是娱乐圈的人 是一个台湾医生 此前从事妇产科 现在是专攻医美行业 因为长相帅气 被称为英介王阳明 曾经多次上过康熙来了 在认识阿娇之前 她在感情方面的口碑就很不好 赖红国离过婚 前妻是一位漂亮的空姐 被称为华航林依晨 当时他们这对高颜值的夫妻 在台湾很知名 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晒照片 秀恩爱 2015年9月 他们一起被邀请上 康熙来了互诉爱意 女方还表示 赖红国让她很放心 俩人已经在准备要个宝宝了 但是刚结婚没多久 女方爱因意思就有网友留言 你老公跟我朋友是朋友哎 当时女方是蛮镇定的 还回了一长段文字来维护老公 说夫妻间最要紧的就是互相信人 可是之后啊 没有多久她俩就离婚了 间接证实出轨传言 之后还有台媒报道 赖约生跟华航林依晨在一起 本来就是劈了腿的 她先跟黑色惠妹妹算交往 都要谈婚论嫁了 又嫌弃人家进演一圈 立马劈腿前妻林依晨 跟阿娇交往的时候 这位赖约生也不是很老实的 他们2017年10月份被拍到恋情 同时承认9月两人在一起 但是她9月份的时候 还在跟辣妹约会 以及跟另一位辣妹的亲密合影 人家居然也叫她老公 包括阿娇在内 一连6个绯闻女友的时间线 都不清不楚的 这个赖红国跟罗志祥 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 所以在2017年 阿娇公布恋情的时候 立刻被万千粉丝疯狂吐槽 这位炮友医生 把婚姻当儿戏不负责任的烂咖 阿娇眼睛瞎了吗 完了这些纷纷扰扰啊 都是婚前了 如果婚后赖红国 可以好好的对待阿娇 他们也是会得到祝福的 起初在那些婚恋综艺里 她确实表现得很好 从各种生活小事上面 都能够体贴阿娇 可是阿娇自己上访谈节目 聊到两人的日常相处啊 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筹办婚礼 阿娇退了一个月的工作 一边健身塑形 一边忙各种的琐事 忙到头痛 当时大家还想着 是不是她要求比较高 才凡事都照顾到了 访谈里面才知道 其实啊 她是想让赖红国一起做的 其实啊 她是想让赖红国一起做的 但是对方几乎是个甩手掌柜 最后啊 都变成她自己做完所有的事情 施婚纱 买首饰 都是姐妹们陪着做的 老公赖红国都没有出现 而且赖红国会管阿娇的钱 十分介意她 买包不看价钱这些事 虽然阿娇也觉得 我这么辛苦赚钱 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钱来享受 可是一想到 要考虑到老公的感受 她就不敢买了 一个女明星 买个包都要看老公的脸色 这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呀 大家也会问了 赖红国这样一个 对感情不忠 还爱指手画脚的烂咖 为什么阿娇还要坚持嫁给她呢 当时艳照门事件 对于本来就性格软弱的阿娇 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 她的自信被击溃了 择偶标准是一降再降 只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就好了 她并不是不了解 赖红国这些黑历史的 但是她觉得自己也是有历史的人 她会包容 也会很感谢对方的包容和不介意 姿态是低到尘埃里 而且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点是 赖红国跟阿娇离婚 似乎总带着一种 有所求的功利态度 这一次的离婚报道里 赖红国有人爆料称 早就看出来赖红国搞不定阿娇了 因为之前赖红国跟好友 合作的医美诊所开幕 团队要求赖红国请阿娇来站台 阿娇一直没给明确答复 最后表示自己不受访 不开口才答应现身 因此断言 他们这段婚姻是男背女尊 可是赖红国有没有想过 阿娇是个女演员 为这种医美诊所站台宣传 会不会影响到她自己的形象和商业价值呢 更何况 最后阿娇还帮老公发了微博宣传 这样都还要被拿出来斤斤计较 也是有意思啊 所以现在阿娇选择离婚 是终于看清了这一段功利的婚姻吗 还是尝试过后 发现自己确实无法接受没有爱的婚姻 无论如何 都希望她能够重塑自信 抬头前进 不需要用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 她自己就是瑰宝本身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